事业 陆府 屋内周边 陆毅从府外回来 大人惊吓看陆毅进屋来 开心地叫起来 这么想我啊 陆毅调侃惊吓 我没有想你啊 我在想案子呢 惊吓心虚道 没有想我吗 那刚才谁在这里呵呵傻笑啊 陆毅再次调侃道 一脸温柔 好吧 我是在想你 非常非常想你 惊吓说着 伸手捧着陆毅的脸 陆毅顺势将惊吓拥在怀里 好惊喜的小动作 我也想你 陆毅温柔地说道 惊吓搂着陆毅的脖子 闭着眼睛感受陆毅的体香 真想就这样一直拥抱下去 难难道大人 以后都这样吧 甜甜地拥抱 好幸福啊 好 陆毅也申请道 许久 二人才坐下 大人 打算怎么处理这批绑匪啊 惊吓给陆毅侦查 你是不是还在打算被劫的事情 陆毅举起杯子到嘴边 问道 这个是接近他们最直接的办法吗 惊吓说着 挠挠头 谁知道他们下手数轻数重 万一伤到怎么办 陆毅说着 还不忘补一句 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他们就是些乡下人 不会伤到我的 再怎么说 我也是六扇门的捕快 惊吓傲娇的杨祈怜 什么人被逼上绝路也不好惹 陆毅还是不放心 那大人的意思 不急 他们再绑不到人 应该会赶回去的 毕竟这个吴小姐应该很值钱 能换他们好多妻女了 陆毅分析道 我们只管跟着他们回去 探探情况 大人要跟我一起查案 今夏有点小窃喜 不然怎么办 放你自己被解 让人家来找我要银子 陆毅喝着茶 一副凶有成族的样子 大人今夏又撒起娇来 轻轻靠在陆毅肩上 洛阳成娇 陆毅和今夏在树丛中 像有亮光的地方窥探 不远处 有处小军营 里外都有人把守 还有一些拿着火把的军人在巡视 大人 这里怎么会有军营吗 今夏有些疑惑 这里更像是兵家练武的演武场 陆毅仔细观察着 他们应该快到了吧 为何把明女送到这种地方来 今夏不解 看看再说 不远处的小路上 两个男子一前一后拉着一辆破车 旁边还有几名男子一同 车上坐着两名女子 都被绑着手 套着黑色的头套 缓缓地向演武场靠近 一行人到达的时候 被门口的侍卫拦了下来 像是在盘问什么 今夏和陆毅此时也悄悄靠近门口 隐身在草丛中 也约可以听到 他们谈判的内容 官爷 这个绝对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京城榜的 为首的官爷 没有说话 命手下打着火把 打亮着车上女子的服饰 官爷 可否行个方便 比我们那些婆娘好太多了 要不您瞧瞧 说着 旁边的人拉着两位女子下了车 其中一人 取下面罩 女子被几个军爷围着 看不清模样 但是有笑声响起 哈哈哈哈 果然是个小美人 六 水灵 女子躲开伸过来的脏手 没有作声 旁边的个矮一点的小丫头 一直在试图挣扎 但是嘴被堵着 发不出声音 哎呦喂 这个也很野的 哈哈哈哈声音又传过来 官爷 您看 这能行个方便 有人又弱弱地问道 同时有些银钱响动的声响 惊吓虽然觉得胃里一阵恶心 但是脑子转得飞快 依照现在的情情 马上就要被送进去了 脸都没看清 这线索恐怕 他急速思索着 你 带他们到后面找那几个婆娘 为首的人是一旁边的人 你 你 把这两个女人带到一等围账安置 话音落下不多时 一群围着的人就四下散开了 分三个方向走了 洛逸祥仔细看清女子的脸 没有动身 女子被拖着快进军营大门的时候 说时迟 那时快 惊吓迅速从草丛里窜了出去 一边快跑一边喊着 小姐 小姐 脚下一个猎切 假意摔倒在两位女子的身旁 为首的官爷带着一队人马已经走远 村夫们也随着一位官爷行远了 只剩带着两位女子的两个人 走得没有那么快 女子被挡着嘴 也说不出话来 像是一惊 惊吓顺势抱着高个女子的小腿 小姐 我可算找到你了 惊吓做哭腔 两个军爷被突然摔出来的惊吓 搞得有点猛 面面相去 还有自己送上门来的 索性一起带走了 惊吓回头冲着夜色里眨眨眼 给了陆毅一个眼色 陆毅在草丛里 又气又恼 想冲过去又奈何不是女儿身 只能任由他们带走惊吓 敌情尚未可知 这个丫头 太冒险了 陆毅双唇紧闭 更多的是无法抑制的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装赢